!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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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信夫大文琦 歡迎來到開箱時間 今天要開箱的商品呢 非常的貴重而且隆重 甚至超級具有紀念意義 那就是貴重珍藏箱 箭盾 各位看看這個珍藏箱的分量還有包裝 超有氣勢而且尊爵不凡 貴重珍藏箱箭盾 將於1月13號正式發售 相信大家都等不及了 我們馬上來開箱吧 GO! 首先可以看到這一次的貴重增長箱 超級有質感的 從外包裝就可以看到 充滿燙金字樣的LOGO 寶可夢即幻式卡牌遊戲 貴重增長箱劍盾 非常的簡潔有力 那我們就來打開它吧 可以看到它這邊最下方有一個封條 可以很輕鬆又不傷到外盒的方式打開 哇 拆開之後整個感覺都來了 這就是尊絕不凡的感覺嗎 而且盒子上若隱若現的寶可夢們 超級帥的 我忍不住啦 趕快來看看它的內容物 喔 打開馬上就可以看到的是 這次的重點之一 特點卡皮卡丘 可以看到上方 除了正中間的皮卡丘之外 順時鐘來看 有我最愛的黑馬雷冠王 連擊五道雄獅 插字符 蒼翔 前面避翼 還有喜翠索羅雅克 每隻寶可夢都被繪師刻畫得栩栩如生呢 首先在左上角映入眼簾的 就是特製的卡盒 接著右手邊這個呢 則是特製展示框 待會我們再來把它組裝起來看看 最後的重頭戲 就是在下方的特製收藏卡冊 登登 超好看的 那我們來看看每個部分的細節吧 首先呢可以看到特製卡盒的外面 有一種類似皮革的感覺 非常的高級 正面可以看到 有蒼翔V 阿爾座是VSTAR 插字符V的卡圖的樣子 側邊有非常多不同的寶可夢們 那就來看看裡面的樣子吧 打開裡頭的材質呢 摸起來毛茸茸的非常的舒服柔軟 可以很好的保護住卡牌 裡面還有附上同樣印有超多 鍵盾寶可夢的隔板5個 可以讓訓練家非常輕鬆的去整理卡牌 而且最棒的是這個卡盒是磁吸式的 用起來非常的順手 不管是一次要帶很多副套牌出門對戰 還是收藏卡牌都是超棒的選擇 接著馬上來看看特製收藏卡冊 大家遠遠看是不是有看到熟悉的寶可夢的身影呢 仔細觀察的話上面有很多跟我們一起奮戰的寶可夢們 都會出現在這個卡車上哦 譬如正面有我最喜歡的黑馬雷國王VMAX 跟無極泰娜VMAX 背面的話則有 欸!是瑪莉耶! 還有喜翠索羅雅克Vista 夢幻VMAX 回收王 老大的指令 還有肥嘟嘟的皮卡丘VMAX 打開卡車之後呢 可以看到內裝是走一個低調奢華的時尚黑色系 不知不得材質 可以很好的收藏還有保護最愛的卡牌 這邊一面可以收藏9張卡牌 總共有20頁 雙面加起來 最多可以收藏360張的卡牌哦 超大容量的收藏卡冊 質感跟實用度兼具 太神啦! OK!那最後呢我們就來組裝這個特製展示框吧 打開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張清潔布以及說明書 接著則是卡裝和卡套 然後就是特製展示框本人啦 話不多說馬上組裝起來 欸!不得不說真的很貼心耶 可以先把剛剛拿出來的特點卡 放到卡套裡面 再收進卡磚裡面 雙重保護 超讚的! 接著呢 展示框總共分為三個部分 先在最下方放置透明底框 再來把黑色的框放上去 然後把想要展示的卡牌 輕輕的放到中間的位置 最後再把印有燙金字樣的最後一個外框放上去 接著只要將四邊用螺丁固定好 就沒有問題囉! 完成啦! 這個呢就是特製展示框組裝之後的樣子 看了心情就超級好的 待會啊我要把這展示框放到我們的櫃子上 那以上呢就是貴重增長箱 劍頓完整的開箱內容 特製收藏卡冊 特製展示框還有特點卡 後面這個是特製卡盒 各位訓練家你心動了嗎? 算了算劍頓的寶可夢們 從2020年的6月一直到現在 陪伴我們兩年多的時間了 真的很榮幸可以在寶可夢卡牌的旅途上遇見你們 就讓我們用這一次的增長箱 來好好保存我們這一路上的美好回憶 貴重增長箱劍頓 將於1月13號正式發售 各位訓練家前往不要忘記囉!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商品的動資 我是幸福大文綺 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claimed 很重要 cie op 來 都 真的 就可以